什麼省面向的人 誰也別想騙他 誰想 誰都不要想騙他 當然跟長相有關 一個人精明 聰明 看到很認識什麼陷阱 會騙人的 他可能不會落下去 但是我覺得還有一項 跟年紀也有關 跟一個人的歷練有關 一般的年輕人比較傻 你在精明的人 年輕的時候 可能就有點笨笨的 容易上當 但是隔了你後來 社會的歷練 社會的經驗 可能就比較不容易 不管我們 不管這個社會歷練方面 純粹以人像來講 人像方面 誰都想騙他的長相 我把它列出四項來 誰都會想騙他 不想騙他 很難騙他 但我列出四項剛才講 我們項不獨論 最好這四項 我們如果都有 那就是更難 當然如果有一兩項也不容易 好 我們給朋友 觀眾朋友做參考 第一項 第一項我們看是什麼 最好就是叫做額頭寬廣 或者額頭寬闊 這額頭基本上還不要說高督不平 或者有的那個皺紋太多都不要 就是寬闊最好還是開朗一點 那麼額頭額頭我們講就是思考 他的特色不容易騙是因為他想得很周到 額頭開的人他想得很周到 這件事情人家如果來講的話 他可能東想西想上想下想各方面都想清楚 所以不容易騙他 我們相對的如果說額頭比較低的 或者額頭有點高低不平的 額頭皺紋太多的 這種比較好騙 那麼額頭很開朗的 我的開朗意思也不是說一定要很高 就是不要說太壓迫的話 這種他頭腦想得很周到 很清楚 我們現在看一下 第二項 第二項看哪裡呢 第二項是看你的眼睛 眼頭是勾 這個圖畫畫的小一點 各位注意一下 就眼頭有些人只是圓圓的 有些人的眼睛的前面是要勾下來 有 有人眼睛是這樣 勾下來 是是是 那是看得很精明 然後眼細而長 眼睛要細細長長 相對就是說我們眼睛不要圓圓大大的 眼睛圓大的 長得漂亮 但是好騙 容易相信壞人 人家講什麼花言巧語就容易相信 眼頭是波表示他有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組件 他既然組件很強 你要把它打動他就不容易 跟他講這個好優點 這個什麼缺點 反過來講不要騙別人就好了 不要說我在騙你 你不要騙人就好了 好 我們看一下第三項 第三項看哪裡呢 看我們臉上的山庭 我們在人像學的標準就是說 我們的額頭要佔三分之一 是 眉毛到鼻子佔中庭 要佔三分之一 是 鼻子到下巴叫下庭 要佔三分之一 是 標準各佔三分之一就好 那麼一般人有個部分 會比較特別長一點 有人說是上面特別長 像我們講阿美老師 上面都特別長 或者有人說下巴特別長 下巴就是厚道 但是有一種特色是這樣子 比較少 但是它是中庭比較長 中庭長看起來 臉會比較長一點點 陽錦華 中庭長 那中庭長呢 如果太長 有人就會稱為說叫馬臉 我們過去有人講說馬臉 馬臉不是長就 還要中庭還要長 才叫做馬臉 但這個沒有什麼特別不好的意味 而是說他這個中庭特別長的人 做事情非常的猶疑 他考慮的又考慮 考慮的很久 跟前面的第一項不一樣 前面的額頭是考慮的周到 中庭長的是考慮的久 很猶疑 你跟他講 講下落功夫再跟他講 要設陷阱給他 設坑洞給他跳 他會猶疑的很久 想的很久 然後他不容易相信人家 他容易懷疑人家 最後很難成功 要騙他不太容易 就是中庭特別長的 當然我們要騙人要看 看人家長相 看好不好下手 通常比較好下手的 就是說剛剛提過的 這個三根線下去的 或者臉比較短 往前突出去的 這種都比較好騙 或者眼睛大大的 可愛可愛型 天真臉 還有眉毛很開的 眉毛 因為眉毛一般 大概是一指扳到兩指 有些眉毛很開的 這種都是容易吃虧上當 容易相信人家的 容易被騙的 好 我們再看一下第四項 第四項我是用動向來看 不是長相 所謂動向就是 你要常常去觀察他 看他的動作 看他的行為才了解 什麼動作行為呢 就是一睡一醒的不容易騙 一睡一醒 我反過來講 容易 有些人不容易叫醒的 一睡一睡得像死豬一樣 怎麼叫這樣不動 有 有 起床啦起床啦 他還在睡 那種很容易騙 因為他容易 就是他就是沒有警覺心 是 什麼就叫不醒的 那相對的容易醒的 他警覺心很高 一動風吹草動 這個事情又怎麼樣 他容易提防人家 人家跟他講什麼事情 什麼地方會很賺錢 有什麼好的生意要來了 他就很警覺性很高 提醒這有沒有問題 可是呢 如果不易睡不易醒的人 就好騙 頭腦混淆不清楚 跟他講的傻傻傻傻傻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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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道理 有道理 錢就匯出去了 要倒過來 易睡易醒的比較不容易 他比較精明 我剛剛講的警覺性特別高 好 那以上我列出四項來 還是給觀眾做參考啦 你整體來做觀察一個人 這個人好不好騙 最近網路有一部 真實的犯罪紀錄片 說有一個男的 他假裝自己是鑽石大亨 對 鑽石大亨 一顆永流傳耶 鑽石永久遠 對女生就騙財騙色 結果說在台灣 有相同的事件發生 那台灣有一個人 他27歲 然後他在朋友的局裡面 就認識了幾個女生 他就看誰的包包最好 然後呢就是送她回去 結果幾次之後 看誰的包包最好 就送她回去 對 為什麼 因為他要騙你的錢 他一定要先知道 你有沒有這個實力 然後那演藝圈專門 就王思佳囉 你誰啊 對不對 對 然後他就這樣子洗他們 他不好騙 可是呢等到他確定說 你真的有錢的時候 他就開始瘋狂的追求 前面都在試探 但他有一招 我覺得真的很厲害 大家聽聽看會不會中 他去香格里拉大飯店 然後呢開一台法拉利 法拉利還不是一般的法拉利 一般的就是紅色 黃色 白色 他是消光黑 然後呢這個女生就說 這個很面熟耶 這我在社群網站上常看到啊 他說對 這是桑尼王陽明之前那一台 他就覺得他也不講說他是他的朋友 可是呢他就給他幻想 有連結 你看 名人的車怎麼會到你這邊 表示說你跟王陽明跟桑尼 你們這一群富二代是不是玩在一起 他借著王陽明去拉抬他自己的升降 然後呢到香格里拉的時候呢 他車子過去 看到車牌 大飯店前面不是都有柵欄嗎 服務人員馬上跑出來 跟他鞠躬 徐先生好 然後把柵欄拿開 他不用停地下車道 因為法拉利怕蹬到底盤嘛 然後呢就停在門口 進去的時候呢 每個人都講徐先生好 然後 這要前面先設定吧 其實他應該長年就住在那個包廂 長年就住在那個高級的總統套房 然後一個晚上一兩萬塊 然後上去之後呢 他就說我不想當一個富二代 然後就開始抱怨 爸爸一直逼我接他的生意 就把這個行情做得很好 然後女孩子就覺得說你看喔 又可以住在這種高級飯店 一個晚上一兩萬塊 然後呢整個飯店都認識他 他拿的車跟王明疑似有關係 但我覺得應該是騙人的啦 好 久了久之之後呢 他就跟他開口了 他就說 其實像聖美姐剛才講的一樣 就是說呢 你要學一些投資啊 什麼什麼的 有一天就突然跟他講說 我有一筆款項 爸爸要給我的 可是呢我刷卡爆了 所以呢我怕麻煩 你帳戶借我用一下 那這女孩子就想說 如果你要騙我的錢 應該像年紀元一樣 把我的錢從我的戶頭裡面 拉出來嘛 你要匯款給我 那當然好啊 他就提供了他的帳戶 結果沒想到 馬上就進來了九十萬 九十萬一下就被 這個片子給領走了 過沒多久 就有人開始來找他了 錢莊就上門了 錢莊 對 他那個九十萬 是跟地下錢莊借的 然後呢 然後那個女生說 那個我男朋友 借錢關我什麼事 他說 我是匯款到你的帳戶耶 你不是XXX某某某嗎 他被打 他就付了這個九十萬 然後他就想說 我們有的時候 也會把戶頭給人家 因為人家要匯款 對啊 有些人就想說 這個就是幫忙朋友 給人家那個什麼嗎 那個都很麻煩 然後他就想說 好 那我就不要跟這個男生 有牽扯 他就想說 我就趕快離開他 一離開他之後呢 閨蜜也找上門來了 閨蜜 閨蜜 他說你男朋友 那個時候我們不是去看展嗎 有一雙Air Jordan跟Dill的聯名款 那時候不是說八萬塊 原價八萬 可是因為炒... 炒高了要三十萬 你男朋友跟我說 他拿得到 所以我匯了三十萬給他 這筆錢 那個男的跑了 誰付 他付了 他不想讓閨蜜覺得說 他跟他是連削的 是一起詐騙的 就這樣前前後後 這樣就騙了一百五十萬 他去報案之後呢 其實他再跟他講 你已經不是第一個了 一路騙一路騙 對啊 我覺得現在外面的騙子 真的很多 你不要看人家住在高級飯店 然後開法拉利 就一定有實力 我覺得很多都是騙來騙去 騙來騙去 都不實在 年輕人 你在迷惘嗎 聽我一句話 少奮鬥三十年 讓老師幫你吃點迷津 從躺平足變成人生勝利主 跟著星象 趨吉必凶 讓我為你面對面算命 年輕的朋友 想讓命運好好玩的大師 幫你算命嗎 詳情請上 給演出官方粉絲團